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要为您讲解的期许 那是2021华为手机杯 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 第一轮的第二回合 我们为大家挑选的这盘对局 那是因为这是第二回合 是由主将战的 是深圳荣华队的 深敏郡九段 对阵江苏队的敏亭九段 这个是上半区 就是前八名 真冠区 他们是六队区 对 从理论上来说 前八名他们都是有机会夺冠的 那么江苏是对阵深圳 因为他们一个第六 一个第七 第一回合当中 江苏队是以三比一领先 那么第二回合 只要他们的主将战能够拿下 就四比四 如果说打平的话 是看第二轮的主将战 主将战其实一盘就顶两盘 所以非常关键 这盘戏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长兴战的 现场方面 这几个人呢 都是对阵外援的米玉廷 今天对阵深敏逊 非常关键的一盘棋 假如说米玉廷一输的话 那么今天江苏队要赢下两盘 他们才能够确保晋级 对 这是陶欣然 黄云松 黄云松是代表江苏队 陶欣然是深圳队的大将 最近好像陶欣然 这个上升势头也很猛 状态不错 是的 十月队阵赵晨宇 赵晨宇 看起来都觉得十月 就有点像一名老将了 这是容易对阵陈贤 容易是代表深圳队出战的 最近也是上升势头比较猛 这是陈贤 上半区的另外的是五对八 五对八那是山东 山东日照大象队 对龙园名城杭州队 也就是杭州二队 这是丁浩 毫无疑问 今天丁浩应该是主将吧 我想 昨天赢得特别漂亮 赢了周瑞阳 周瑞阳对夏成坤 是的 夏成坤 周瑞阳是山东队的 伊林涛对金宇晨 小将 金宇晨看起来面孔比较陌生 小将 昨天我还看了一眼 我说这人是谁 我怎么没见过他 如果他在围甲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话 我想大家会对他有深刻的印象 江维杰 大家称之为老江 今天对李东勋 好 好 那我们下面呢 就来看这盘对局 这是 敏玉挺直黑先行 这棋是贴三有四分之三子的 因为是中国的联赛 好 他下的是这个 小木 对 小飞挂脚 这尖一手很扎实 嗯 小先 再去挂这个 小飞 最近敏玉挺九段的这状态非常的好 嗯 前不久呢是 拿了个那个威服房开 对对对 威服房开的冠军啊 而且他的旗下的非常的漂亮 他八强 他赢的是定号 就大家都知道现在定号非常的强 嗯 柴儿 点三三 嗯 飞一个 嗯 嗯 刚刚那盘棋就看到这个飞了 米诗飞刀 刚刚我们讲了 于志盈对曹勋玄老师的棋 这个 作为米诗飞刀的 米语挺九段 没办 退了一个 嗯 我最近好像很少看到有 就米语挺他本人搬下去 基本没看到过 对 米诗飞刀就 其实下的也少了 煎的其实也比较少 对 对 所以 可能大家也觉得太过复杂了 米语挺都不搬了 嗯 没有什么把握的话 还是不要随便搬下去 刚才曹老师就已经 啊 中刀了 飞鸭 对 然后爬回来 再拆 嗯 嗯 对不搬下去嘛 局面就比较漫长 比较广阔了 嗯 嗯 没有那么激烈 所以 这个为什么要先飞鸭一下 再拆呢 是觉得先飞到一下 呃 确实我我是也看过AI推荐的这种次序 哦 先飞一下 其实是这样 我想他 就是这是我的理解啊 就是说如果说他不打算长这个 那么将来是不是打算 比如说从这儿这样靠他一下 之类的找法 呃 那多半还是会长吧 还是长这个 你这个配合应该不太会往那边靠 那就说如果说配合好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往这边靠 但是他为什么一定要飞这下 我也不明白啊 这件事 可能跟打入有关 是不是打入之后 飞一下有帮助 那倒是有可能 如果这时候飞担心飞不到了 有可能飞一下会有帮助 如果现在飞的话 他是不是有可能脱脚 甚至于你飞 我有可能先跳出去嘛 哦 你走这边 我这边 因为黑的这个后是比较厚 那倒是 所以有可能先飞一下 对于自身这块 其实的后薄会有点帮助 这还是丁老师的讲 这个理解好像说得更通一点 这样感觉能能能说通 能解释明白 不然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飞压一下 因为本身来看 飞完步走 一旦将来被黑气糊起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 他总觉得是亏的吧 还是亏的 因为本来你是可以坚定的呀 你不走的话 他没有走 他都没有这样子做法 走不了那么好的气形 就这个气形黑的 还有点太厚了 如果这样的话 对 所以如果说你说将来飞 总能飞到 那我觉得倒是可以保留一下 先不飞 所以反过来推理 我是觉得他有担心 飞不到的可能 在打入战斗的情况下 有可能飞不到 所以先飞一下 让黑的是去拖 打个电视 拖 连斑 非常常见 又点 把焦点了 反正有三三就 剑三三就先把它点了 这也没毛病 没毛病 长一个 爬 继续长 这其实是这样 如果说白旗现在爬这个的话 黑旗是打算扳的 还是打算拖线的 因为有拖线的下法 也有扳一个 然后白旗拖线的下法 都有 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扳一个 扳 肯定也挺大的 直接拖线是要做什么 贴起来 我不太懂 感觉还是很大吧 因为如果说他现在贴起来的话 白旗扳这个好像方向也不太对 人家已经长在这了 意思是这样 就跟着你走 对 还要长一个 可能黑旗是不是在这走 拆着边 那这个黑的还很舒服 对 是的 那可能是黑旗的意图吧 对 那如果 如果说白的是不是没爬 他也是担心黑旗 觉得不是很想让黑旗扳 如果黑旗拖线的话 我觉得白旗放爬的位置 是比飞还是要好点 那应该是 他可能是担心 觉得扳还大 这样 如果说黑旗扳的时候 你肯再扳一下 那他肯定拖线了 毫无疑问 对 这个时候黑旗肯定拖线了 该走什么走什么 就问题是 他觉得他爬一个 黑旗可能是扳他一下 他不舒服 他觉得这边的配合比较好 也大同小一把 飞一个肯定也是本手 是的 黑旗贴起来 贴 贴应该是七行 应该是一个要点 是的 顶了一下 你不走我就走 总得打入 这个黑的再连一个 感觉配置 太大了 太好了 是的 没错 而且这边已经长了四个了 现在特别厚 跟长三个还不太一样 长三个在过去一路 没错 一般长三个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黑旗大概一般都拆在这的 对 白的加好像也都加在这个位置 没错 四个的话 就再远一点 合理 这个看上去也是一个分头的中间点 是的 然后黑旗打吃了 打吃现在不能立 立了被蒸掉 三个四 比较随手 然后立 这有个贴 这得小心 比较随手立 然后这三个子发又被蒸了 就起就没法下了 对 白的很灵活 其实就看清 他这个分头都想好的 你吃我又跟拆二 这看成一个交换就行 那边随便你吃 你爱想蒸你就蒸 反正我不立你蒸就蒸 对没错 这个不要紧 这个是人家看到了 故意这么吓的 打入 这个以小米的风格 看着你不管是不是飞压到那一下 我都是要敲进去 这个熊 这个太熊了 这个我觉得是小米他一流的 这个感觉啊 米式风格 很敏锐 米式风格被称为 这种棋 我感觉很多棋手可能就不会往这想 感觉上很 有点提心吊胆 行不行 就感觉米玉天对自己计算 还有很自信 这边已经飞压到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很容易把它盖进去 出头好像比较困难 我是有这种感觉 他可能觉得 他不觉得怕不怕吗 这件事 小米不怕 他不怕 计算确实比较深 寻找头绪的这个感觉还是很好的 因为现在的话 其他地方白旗空一牢 这拆二很清零 这个战时也没有特别好的攻击的手段 上方分头的那颗子呢 黑旗其实比较麻的 你怎么攻 你到底是左边逼 还是右边逼 还是上边阵头 这种感觉都不是很肯 从哪边逼 其实效率都有点重复的 因为你两边隔得太宽了 你如果说不逼从上边阵 那人家这个做活 这件事有点太容易了 好像感觉 很容易落空这么下 飞一个 或者怎么拆一个 但是你如果逼的话 又觉得自己效率也不高啊 你往这拆二吗 好像也不太对 所以暂时怎么攻击 有点麻 所以决定先放一下 所以他找到了这个突破孔 其实也是挺有自己想法 这个善战的人 总是能找到这个战斗的这个点 从这边来突破 对 很善战 白鞋 那没退路白的没办法呀 你这都来打我了 先封住再说了 退路可退 现在搬 白鞋长 很强硬 然后黑鞋切 这样的话白鞋是不是应该可以把黑鞋封进去 封肯定封进去 这个迷亭打入的时候应该就想好了 他应该是有把握在下面活的 这个气形上来看 那这样双方可能也就妥协了是吧 也就是这样了是吧 白的外边吃了还算黑的基本就活了 这地方有冲断 黑鞋是要断的 那现在看起来这下还是挺有用的 就跑不掉了 太有用了 很有用 当然没有这个子的话打入白的可能也不会这么选择了 对对 还是不会这么下了 这鞋 我感觉黑的活的还挺轻松的 他还不依不饶的呢 他觉得你这个外面都不对 这是你的这黑鞋的权利 可以冲断 白鞋应该只有沾 就像这种鞋型大家确实要注意 有些鞋我可能会觉得虎一个什么鞋型好看啥的 但其实这个沾味道好干净 是的 虎的话将来这种被尝 好像借用反而多奇景 这都属于比较常见的一些小细节 就这种地方是很明确就肯定是沾好 对要注意 粒 一起长一个 一起长一个然后搬起粒 这黑的应该想好这地方能拖是吧 这是能拖的 拖一个他不能搬了 搬了被断怎么搬 打通 对是的 打你提的话他可以粘 嗯 那这样黑的就活的 白的也分头做活去 这个好像也不能再硬了 这就落落后手 它就长吗 然后 顶在这儿 长应该是先手吧 你不走冲这个是吧 这个白的黑的是不是要下来飞下来把白气给吃了 杀气我感觉白的够呛 你脱一个 我也觉得好像白气不太够的样子 就退吧 他用的搬住是吧 我说我觉得好像白气选了嘛 其实看着 白的气比较够强 对吧 好像白的杀不过 嗯 所以白的不能硬了 这个脱的时候不好硬了 看能不能这样 刚才那个图之后 他拐完了 然后 先点一下 然后拐一下 拐在这儿 搬出来 有没有可能 搬出来不怎么长期吧 应该 搬出来你就接上或者拐一个拐一个然后再搬住它 如果拐能搬住肯定最紧凑不然我就接上你贴我搬 这样回一个 他问题是你搬我有可能断了没有 也搞不清 我看敏玉婷的气我就觉得我就是算 根本就 我的计算就跟不上 他的量太大了 我觉得很紧 他其实特别紧 但是我觉得这图还白的还是有点过分 我们刚才白的比较简单 感觉上白的应该还是不太行 七紧 拖双方妥协 白气先拆二 这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你跟着我硬一个我再来 黑的如果就跳呢 你再来啊 再来的话黑的局部没活 我可以先点你 我想说如果就整单走的话 黑的做活白的不是也不好活吗 因为这活法有点打架了 这要做活会伤及到脚上 我感觉这跳也好大 问题是白的可以先点黑气 那这个拆到一下二这个气肯定比刚才长多了 那这黑气能杀得赢吗 这黑的就够呛了 是啊 所以双方这地方的气和还有道理的 就是白气黑气拖白的没硬 白的跳黑的也没硬 双方这个转换了等于说 这转换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好硬 但形成转换像这样怎么样 黑气把白气控破了 自己还捞了不上 白的跳出去战斗 外面现在做战肯定是白气绝对有利啊 黑的显得更薄一些 白的这地方还有点厚的 我觉得白气还不错 整体的局面来看哦 嗯白气可以接受吧 对是的 但 但这个气我怎么感觉是米于婷的风格 我感觉走 我就感觉走到了黑气的这个调子上 他就喜欢这么下的 黑的这木捞的还挺紧的 哈哈 然后也挺乱的 反正就继续战斗 黑气扳了一个 嗯 扳断行不行先 先考验它 这是不是只能吃了 考验的话 一般的说吃这个肯定不肯 吃这个被打肯定不肯 一般都要不就这样 那这样的话 现在黑的可能就直接来打结了 因为这个结针的话 白气现在消结对黑气影响不大 有时候我们这个地方下完 白气消结 黑的也 也有点难受 是因为黑的如果这有空的话 那现在这地方没价值 一点价值都没有 所以黑气完全可以当一个 不重要的无忧结来打 嗯 简单的结才找找点一点什么之类的 这些黑气负担比较轻 嗯 嗯 我感觉这样黑的还是 找到点节奏了 又找到了突破口 是不是觉得 黑气一直在找突破口 就米鱼琴九段 他很少会下这种什么 自己没事自己跳一跳啊 什么走一走 震一震很松的气 他都喜欢挨着人一下 但他其实一定是有攻击性的 嗯 其实都 节奏很很快很紧 这白的应该只有吃吧 我觉得 他是吃了一个 然后就转换了 这样就转换 嗯 因为这个转换 从方向上来说 白气其实完全可以接受啊 嗯 你这地方有什么有飞在那 他已经飞在这了 所以觉得这个你吃两个词 意义不是太大 而且这地方好像白的可以拖鲜是吧 你扳不下来 扳我断 呃 把这个鲜手扳掉就行了 嗯 对 也不太着急嘛 什么时候扳都是我的 是的 或者你扳的时候我就扳了 那这我觉得白的鲜手 还可以吧 白气 如果说扳的时候 他这个扳不着的话 嗯 嗯 扳手扳就刺着 对啊 你扳我先断啊 断我就长 我贴 我全管我扳 扳不到了 嗯 那我肯定要先扳你一下吧 我估计 这样吃不气还是不够 扳我一下 不影响我 我扳到好像还是把你杀了 对 嗯 但反正要能扳到就扳掉也不亏了 嗯 他先团这个 团这个还挺细腻的 团一下 肯定没什么亏的 嗯 他生怕他扳不着 嗯 这有空就扳掉 生怕扳不着 扳完还是想补一手 很有意思 这旗下的 补一手 很稳 就我感觉这个双方 其风还是不太一样 嗯 生敏俊下的还挺稳健 稳扎稳打的 他们两个人目前在中韩的排名差不多 敏俊排名第五 单击分 嗯 生敏俊也差不多 也是第五 嗯 我还不是第四就第五 我记得是 对 但是 中国我感觉 你排第五就感觉是中国 挺不容易的 说明实力很厉害的 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对 生敏俊 韩国反正 我感觉 一流七首啊 就厉害的 成绩非常好的 肯定都是 前十以内嘛 嗯 但是他们我觉得就 差距很明显 因为他们前二是 深圳区和朴静怀 这七队好像 这两个人就是明显要强一点 然后第三开始 像变相一啊 生敏俊啊 还有后面像 袁胜珍啊 金智希 就就慢慢的往下要弱一点 但是我们前五都不好说 我们不光前五 你前十前二十 你都不好说 你单独拎出来 都不好赢 我发生 对 哪个都不好赢 每一盘应该都五五看了 厚度还是中国 其实我明显要 对 好一些 刺完一斑 他刺完一斑 然后 可以去拐这个 拐这个 反正捞一票 嗯 因为被挡下来之后 这个毕竟还有点薄 嗯 他这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 应该还差不多的样子 嗯 他挺怕他挡下来 他只能靠扳 要不然这边好像还有 因为你不扳反正我扳嘛 这个木树还挺大的 就拐一个 对 他扳掉完了之后 这三个子有点薄了 嗯 先把这个拐回来 挺大 没问题 这个大飞 拐一个 给他拐 拐完虎 拐完虎的话 这种棋就只有打上去 这种棋 要不然被人家拐一下 受不了 基本上没有见过 被拐的棋型 拐了虎 基本上可以当成决先看吧 拐了虎了一下之后 我能连跳一个 嗯 大跳出来 算是稳了一手 没有再去寻找调子 主要是这个 现在这个棋型 实在是没找到目标 白的我感觉 就是对于黑棋的冲击来说 白棋化解的还是比较 清楚的 没错 白的棋型处理 也都挺厚各方面 黑的好像不太好发力 但是如果观看木树 我是觉得白的好像 还可以啊 一上来两个点三三捞得挺舒服的 白棋速度挺快的 兴起 黑棋贴幕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 嗯 嗯 从目前的局面来看呢 我觉得白棋是可以接受 嗯 这是 大跳 然后白棋跳的一个在这儿 嗯 这个局面呢就觉得 嗯 比较难 不过双方都不知道 这个有木的地方在哪儿 对眼见的大场 好难下就觉得 就没有 这个比较吃判断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嗯 应该接下来就往哪儿走棋 这是个大问题 黑棋走这个 这 这不棋其实我觉得也很紧 这不棋 因为现在我感觉 白棋跳过来之后 白棋其实是对黑棋 这个棋有想法的 嗯 白棋觉得黑棋有点薄 你要不走呢 我这个供过来 嗯 你就算能活 白棋能把自己走得很厚 很舒服 黑棋这个调 我觉得白棋 都不能忍了吧 这还能忍吗 这得反击啊 这不能被黑棋盖住 无论如何 这也得反击 基本上 这个米玉婷的棋 都是想着 怎么去供你 或者怎么 我正常人肯定觉得 这肯定是黑的在置孤啊 这个怎么 黑的还能说去供白棋 谈不上吗 它这也是一种 寻求新奇的步调吧 这要算是供白棋吗 没有 没有资格供白棋 这样我觉得 这个战斗终于要开始了 必须得反击这个棋 长一个 白棋挡住 白的这个够紧的 挡住 黑棋扳 白的这棋 走这个是趴黑充断吗 反正留着充断 也有可能慢慢充 充断完就 吃不住是吧 可能米玉婷就会直接充断 这棋要直接充断了 就这样了 如果不充断 我是觉得虎这个不好吗 就充断断这个 然后就开链是吧 我感觉还是不是要链 真紫白的有力 那我这边不看我飞这个吗 你计算 米玉婷的计算告诉你 可能不怕 我不怕 我不怕是吧 那你觉得不怕 就靠 我我怕 有的搞 封不住 至少是看不清 对 就是 这个问题是 我是觉得挡住 眼尖的黑的能搬过来 肩的话呢 不知道会不会跟狠一点 搬过来 不敢搬了 这个如果说不能虎出去的话 就好像 反正这个就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商量 确实不敢虎出去 这没什么可商量的 这不能挡 挡了被冲过去了 是吧 这做战白的有点太勉强了 但是如果这不挡 沾上被处下去 这也不是棋 所以可能不能虎出来 就是不能虎出来 对 虎出来还是过分 不能虎出来就棋 好 就把你头摁进去 我觉得这个黑棋满意 从人的感觉来说 反正是黑棋找到了 反正我觉得黑棋满意 一种调子 我是觉得米玉婷的棋 就是一直在寻求 他觉得舒服的一种调子 因为如果 他普通棋行 在白棋跳到这儿的时候 黑棋如果自己单纯的逃跑 就得太单调 太无聊 对 是的 米玉婷很少下那种 比较无聊的形状 这个就显得 生动了很多 没错 白棋断 这黑棋就棋了 那黑棋就算了 这个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这能行吗 这辈子一肠怎么办 你只能弯出来吧 这好像是实在有点站不动 站不动 站不动 而且这还有可能 算了算了 再靠一个怎么弄 这别要了 白棋吃着还挺舒服的 这个不长了吗 他小间这个 这个先被打两下 因为这个棋 先打应该能打到吧 黑棋小间 补助 我觉得这一串黑棋 还有很得分的 我觉得白的 白的也不错 白的先手 然后也很厚了 活了 这厚实有什么用 感觉白的还挺实惠 可能也差不多 这个机型 确实贴到这时候 立不到了 以后这定型 只能打掉 他永远是只能打这个 单顶打 他不能去立 一杯真不便宜 除非你觉得上面 都已经定型定完了 这三个子没多大了 那你考虑立一个吧 那局面 我觉得还是比较 不好掌握 其实我觉得 对双方都不太好掌握的 一个局面 然后往这大飞 就没有说哪儿特别大 是的 有这种感觉 就很难判断 是的 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顶尖高手 这个 对局面的判断 这个如果不走的话 中间被黑旗走过来 是不是也挺大的 就是 这白旗本身死活 那肯定也没有 什么太大的问题 也算挺厚的气形 但是 就觉得可以走过来 可能这地方一带 为了空 可能是现在 目前这个局面 比较大的地方 确实没什么东西可笑 抢这个 因为这地方还漏着风 也没多大 价值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所以它这个 这个多少还瞄着 黑旗点薄 我也黑旗 毕竟还有断点 没那么厚 黑旗飞一个 黑旗跳 正常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盘棋 应该是 比较漫长 进入到这个 得慢慢拼后半盘的功夫 抠 这个棋的木得抠得紧 有可能得一幕一幕搓的 这种 这个棋 这下起来好艰难 这样的棋 这可能慢慢的 抠细节的一盘棋 是 这个棋 就是 鲁亭酒站下的比较快 嗯 我看到现在可能 鲁亭大概还有一个多小时 深圳旭 而不深敏郡 可能就 不到半个小时了 就二十多分钟的用时了 嗯 飞完了 然后再飞这个 这个招法 看起来也挺那个的 他觉得飞到一下这两下便宜了 也不亏吧 就是 搓一下白旗的棋型 如果你不走的话 人家搬过来 这个子还是吊着的 等于说 那都不会来吃吧 但是目前肯定不会吃了 但是你不走呢 你可能被人家先走两下 是不是 就是这下 反正这种交换 交换还可以 应该是便宜的可能性大 我觉得得失难说 但便宜的可能性 应该会大一点 看上去没什么亏的道理 嗯 然后中间飞住 我不知道米亦婷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局面下得特别无聊 感觉 对 我感觉有点慢慢的没啥意思 嗯 觉得很没劲 接下来没什么时候可干 对待就拆一拆 你说他不是特别大的东西 其实也没有大的了 就是 这期很有意思 他这个大飞好像降了很多 大飞 嗯 他说这个白旗应该贴在这儿 这期还是中央比较大 嗯 还中间继续 是的 继续错 大飞本来是胜率各半的 就贴这个本来胜率各半的样子 但是大飞 一下子掉了20多个点 嗯 就好像20多个点 还是有点多 我觉得 他这个也比较能理解 就是 就把其走到看得见的目数 对啊 这只小时能看到的目数 我觉得米玉亭可能能下出来 就是紧 嗯 也也很好理解这不贴就是 其实就想便宜一下 如果你硬嘛 我肯定便宜了 你不硬的话 黑的中间确实薄味还是存在 但是我也不懂 他不贴了 他不贴了 黑气能把它怎么样了 我也不太明白这件事 这边几个是不齐心 搓 搓你 今天应该只有小间 嗯 便宜了 也就这样吧 也没啥 便宜 这个变化图是这样的 我摆给大家看看吧 虽然说我们可能下不出来 是这样子的 他是把这边先定型 难怪他觉得这个大肥不好 他是觉得可以点了 搬下去 然后压回来 是这个意思 那接下来的招 我就看不太懂了 他要把这个先打回去 然后他接上的时候 他是靠在这儿的 这有点让人吃惊 看还是能看懂 就是你吓的话 可能自己吓不出来 想不到 但是你摆出来呢 什么意思 还是能去琢磨一下 就是 缠绕工具 腾挪一下 嗯 搜刮摆起 因为他这个地方没定型 他保留将他立下去的 对我就想 他立下去是什么变化呢 立下去 局部暂时可能不便宜 把他杀出来 打完了 可以的 对 要利用这儿做文章 所以这也是他 试音手嘛 哦 其实就是那种试探的 但是看上去想好奇 这个靠一个想好奇 想好奇 下不出来 但一看就不错 对 AI的很多招法 都给我们这种感觉 一看 我懂了 我懂了 这其实应该这么下的 是吧 但是你不看 你自己永远想不到 肯定不会往那儿走 这个定型还是很好的 对 这个定型不错 确实 但是下不出来 你看看实战是怎么下的 他走的是这 这个 这个是另外一种 一种风格 另外一种 腾挪声动机器的手段 靠在上面 这个显然是希望 把你这块 骑回家的路先切断 我看明白了 这意思我看懂了 所以说呢 应该是比较明确的 一个意图 白起肯定也明白 他要靠这个 不是他要搬起来 他要反击 在这 然后这边 又展开了一场 激烈的战斗 我的感觉是 谜艇 他终于找到了 方向 有事干 要不然老师 这模细棋 我觉得不太符合 他的风格 尝一个 这个 白的下的也够稳的 他就这样就行了 还是要磨起来 其实也没什么了 白的总不会死 搜刮一下 钉钉形 然后他先飞了一下 在这 棋还是55开的一个状态 没错 那个 深敏俊 我觉得他 其实本身实力挺强的 然后呢 经常能够 就是旗下的很漂亮 有的时候赢得也很好 但是有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他后半盘容易打烧 经常短路 是的 就莫名其妙的 打一个很巨大的勺 而且是 有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 没有那么简单 那个勺 但是以他的水平来说 他应该是能看见的 这个是他的弱点 其实来说 总是勺子多 平时教小孩 总觉得就是 还是基本功的问题 一个两个的 对吧 你天天打勺 那还能不叫勺 就是对齐心的感觉 老传承错觉 就不扎实 是 主要还是这个 基本功不扎实 我记得有一阵 这个之前的朴婷环 也是 就是 他那个时候 已经是韩国第一人了 就后半盘 总是犯一些 跟他的水平来说 不相符合的勺子 对 后来我觉得 他可能刻意 加强了这方面 对 这个是一个几率问题 就是我是觉得 你基本功啊 死活体 练得越多越勤快 齐心感觉越敏锐 你这打勺的几率 你不能说 我不会打勺了 没有 这做不到 但你的几率一定会降小 没错 没错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 你看顶尖 包括科学 他们没事就手上 捧着个死活体 走到那 在旅途当中 他保持一种 对齐的感觉 一种敏锐度 保持好了 是的 打勺的概率 是相对来说 会克制一点 确实 因为到后面 如果说你够敏锐 而且你的计算 要够快 在独秒的情况下 你打勺的概率 就小多了 其实你给时间 或者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场合 这可能就不会出现 这种错误 但是在当时 当时那个状况下 有时候 这个没有办法 完全避免 毕竟人类 都会出现 这种状况 谁都打过 谁都打过 但是大家肯定 水平越低 勺子越多 高手是会打勺 相对来说 概率会低 所以你说像 申敏锦 他总打勺 我觉得还是要找找 自己这方面的问题 可能需要加强一下 这方面 但是我觉得 让敏玉婷打勺 可能不太容易 所以我们 找敏玉婷的优点 他其心敏感 对 是的 他可以下的 就骑书了 跟顾子豪下几盘 我看之前 有几盘 可能就是被顾子豪 压制了 或者什么 那是内容的问题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 你要说是因为 那种简单的失误 确实好像很少 那看不着 好像 对 所以说 骑行的敏感这方面 确实是对打勺会有帮助 嗯 计算力强就是好 对 我觉得他和顾子豪 都是特别典型的那种 嗯 就算得又快又准的 对 快 迷玉婷这下的又很快 嗯 计算好快 你就觉得 嗯 看 几个 可以挤住了 刚才丁老师推荐的 说挤住他 挤好 是个骑行啊 不挤 他就走不动 啊 挤好 白的也只有 哎 他没走这个 对 啊 这不走这个 我感觉 不走这个能行吗 是吗 而且挤还能不走这个的 嗯 挤一个 如果不走这个的话 挤一个 当时不挤这个啊 AI说不挤这个 黑的就简单吃一个 这个呢 黑的胜率是55 哦 差不多 挤一下的话 胜率暴跌 挤一个白的只要硬住 白的就71了 黑的就20 20几了 29了 那看来就是说 挤一个把味道都卖 卖没了 然后他也 问题是 申敏君 他也不捡 他走这个胜率又回去了 哈哈 黑的又58 59了 嗯 胜率又回来了 挺好玩的 所以这个 也是在这个胜率 在这坐过山车呢 嗯 那这个第一感应该总是这个啊 走这个的话 黑西西下来 他打算干什么呢 我也不太明白 没干什么呀 还能干什么呀 他走完这个 你是不是 那我就虎掉算了 虎这个 这个 是适应手 哎呦 这个我走什么呢 我也不太会 我想贴回去 但是贴回去 这个木有点亏觉得 而且贴回去的话 被你冲了 顶了 扳一下 是不是挺难受啊 反正也就是个适应手吧 也搞不清 到底是贴还是提还是顶 嗯 都很会了 然后顶这个 顶一个 顶一个被你拐打一下 对 要不贴一个眼 我也看得清楚点 啊 贴一个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如果说白奇贴在这的话 这个 虽然说眼看得很清楚啊 但是这样一来 这个图不是黑奇眼见的 就 就先把它眼给破了嘛 反正就这样呗 我也不搞什么花样的 嗯 破又破了 破又破了 嗯 总不能给我杀了吧 对啊 然后你加 我就沾一下 把这个拐打 嗯 那你得补一个吧 大概是这个图 我就贴贴走路 大概是这个图吧 然后你就 走一个 哦 不能这么做吧 那就那就这样吧 哈哈 我这个也太 哈哈 我好歹贴 如果你给我跳 我总得这样火吧 嗯 嗯 反正这个定个型 塑黑 这个可能想搜刮白奇吧 嗯 那把这个挡住 挡住也挺蛮大的 但是我是觉得白奇走这个 应该比较厚一点 嗯 他实战的下法 是不是下着下着 时间压力也有点 因为这个 他不走了 美玉亭下得快 沈敏俊已经快要读秒了 小尖是吧 小尖这个 看上去是会更加的 积极的一种招法 嗯 因为他一边 只顾还要拉出来 威胁黑奇 嗯嗯 但这个首先要是被打两下 嗯 也没着急打 先挡住 先挡住 如果你现在打 再打这个的话 他是不是会 对 就这五个 我先不要了 顶一个 顶一个是斜手 嗯 顶一个是后手 我来打一下 长一个 可以露大了 嗯 这时候可以露大了 不怕挖下去 我觉得这五倍还是有点大吧 反正木树厚薄 他如果说白奇现在挖这个的话 他就准备打住他 这样吗 这个图 你提掉 然后白奇把这个吃了 他就把这个先手五倍 就把它抓了 是不是有一个斑啊 斑他就团一个 然后再提一下 我提一下 这还有个打 哦那不行 这可能就有点漏了 哦这有个极打 那有点 我可以先打 打完再玩 好烦 吓得我 我好烦 这不行 不能吃 这个 不能吃这个 那就是现在 那打 那就是决心呀 只能粘 黑的也不怕你打结 就是挖在这 嗯 超级狠 我感觉这串白奇 是不是出问题了 我觉得好像白奇 这下个半天 这棋的眼位 感觉越来越难受了 嗯 因为本身这棋 你拉回来 跟挡一个交换 挡一个是有木的呀 而且挡一个 还威胁到这的眼 对呀 我就想 刚才那串锁完了 我就赶紧把他挡住 后一想着 就是这两个交换 本身来说 我觉得白奇就不得 嗯 黑的这就是走在木上 本来就是个要点 然后你搞了半天 之后自己的眼位 越看越不多 而且木树被滚一圈 木肯定也亏了 就感觉这个定型 有点 这个味道不太对啊 这个白奇的这个 这个无论从效率上来说 各方面感觉 补得这么结实 这都不太对啊 不是结实他 他怎么办呢 现在 嗯 嗯 直接坐眼 哈哈哈哈 又瞎不出手 哈哈 那我就跳一个能行吗 跳这个 这骑行不全是漏洞 我就跟着你走吧 啊 不好再走 这个地方好像不能被黑气走到这儿吧 走到这儿你还得去活这个 这一跳感觉已经被刮得很惨了 还可以先虎他一下 虎可能不见得便宜吧 哦 活一个不转 因为我反正在想点到这儿白奇活 是不是也是活在这儿好 这样的 哈哈 因为你活在这儿的话 你还要别搬啊 哦 他搬这样先手 要不 可能也差不多 虎一下 无所谓 反正 但跳一个本身就很舒服了 嗯 跳一个因为我压是先手呀 刚才这不有班吗 压是先手 我跳一个 知道多少还有点东西 白的这个感觉紫啸这串被黑的一靠 找到头绪了 掉得出来了 嗯 感觉黑气走得就 我觉得接一个没必要 接一个刚才AI确实胜率上也是支持 就是本手 本手就应该唬一个 想想多了可能 哈哈 求变 但求变呢 觉得把味道走坏了 嗯 不如不变呀 哈哈哈 他实战是 虎了这个 然后黑气跳在这儿 说这个时候呢 深敏郡进入独秒了 因为深敏郡他下的比较慢 嗯 你一听好像还有一个小时 这个时间上太有优势了吗 觉得好像 主要这种如果说是细气局面的话 嗯 多一个小时还是有点多 优势 很有优势 但有些人不一样啊 有些人可能觉得独秒是优势 哈哈哈哈 像以前我记得邱军啊 嗯嗯 独秒应该下得更好 还有我们这个非常典型的那个前面 就花一个小时长考 嗯 可能是一个特别细节的地方 嗯 他说到底哪个好两个搞不清 所以他要长考一个小时 赵志勋老师 嗯 我印象特别深刻 然后后面到了独秒 他下得特别好 哈哈 你不要以为他到独秒不行了 然后越下越好发现他 哈哈 有 嗯 确实 他是 也给看人 对 作为我来说 你还是给我点时间 我说时间不够用 独秒很容易慌 所以我前面 我说圣敏君 他老容易打勺 可能跟后面 就是定入独秒也有关系 因为独秒 确实 你功夫再好 这个计算再快 有的地方太太复杂了 所以像敏玉婷 你说他为什么勺子多 他后面时间多 对啊 你要到后面呢 我打勺概率的 但是呢 我前面吓得快 有可能我内容会出问题 有些可能书旗 总是说内容的问题 不是勺子的问题 吓得快 可能前面内容 有时候欠考虑 所以还是要合理的分配时间 对 但这个确实 这时候独秒压力 确实有点大了 这个时候 这个看不清 这个难道不补了吗 这个被扳一下 补啊 肯定得活呀 这里倒是有个冲段 但冲段打完一天呢 拐这个是什么 拐这个是什么 算 又得算 但是他这个跳是先手 那你就不用弹了 拐我就捕住 你好像吃不掉了 哦 对 那个你没有办法分吃我 好像 我躺在这 当我粘上了 哦 你粘 我在这吗 我粘上你得怎么拐 拐这个你正要贴死我了 是吧 哦 你捕这个吗 你捕这个 捕这个你贴在了 对 你挖粘我粘完之后 有一铺 这有一冲 这还是差一期 我给大家摆一下吧 要不然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在说什么 因为这铺子如果不走的话 可能被搬了 就直接冲死了 然后再冲的时候 它挡住 然后再断这个 拐这个 这白的弄不住 我说的是这个 这个好像不行 看着 这个无论如何都气不够 如果我粘上了 它贴完了 它不是打这个 它是打的 往这一贴 你挖我打外面 打外面贴 你唬的话 我唬你贴这个 你挖粘我粘在 我粘上 对 然后这地方有一铺 它单铺一个 我铺完打完冲死 就来不及了 那那边全死了 对 所以就是这地方冲断 没事 一点起都没有 没错 那如果冲断不行的话 白铺现在马上得补 这边如果被跳一下 你只能 还不能弯这个 我好痛苦啊 我现实 等你 我有所谓 你就当黑鸡虎调就完了 关系倒也不大 你可以玩这个样 就扳就扳嘛 也无所谓 好吧 我们看看它实战 是怎么操作的 怎么进行的 它先想来 补齐钱 先卡你一下 占点便宜 然后黑鸡刺了 直接补 它没面子 再贴 那然后再补回去 这个贴在这 它贴在这 然后把鸡 这不死了吗 难道它不死吗 它没补回去 那它多了个纸 它觉得冲断 我怎么觉得 这弯出来是什么呀 冲断对啊 冲断你就只能弯呀 是只能弯呀 但是好像旧弯 旧弯它不死了吗 那不就是它 它不就死了 毛病犯了吗 它不就死了 它不是又赶上了 打勺的时候了吗 它如果说不下这个 它把这个做活的话 这样如何呢 就算这样吧 反正就这意思了 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好像 我觉得好像 白旗也不太妙了 这这这这 这下的是啥呀 这这就活成两个洞洞眼 这个也不对吧 它可能 受不了自己这次操作 算了 不 它这个时候 这边解说说 这边它连续用掉了 三次读秒 因为我们这个 维甲联赛规则 是60秒读秒五次嘛 用掉三次 用掉三次之后 做出了一个决定 不补了 它是算清还没算清 你这个 你不能去考验 米玉婷的计算呀 它还有一个小时 它还有一个小时 考虑你去考验 它敢不敢杀你 那我肯定动手了 这不就硬算吗 这期 这死了不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这冲端一般有啥呀 那很奇怪 啥意思 没看懂 这干嘛呢 考验人家 考验啥呀 考验自己的 考验拥有一个小时时间的 米玉婷的杀利 本来它就是以杀利著称的 居然要考验人家杀利 这刚才不是 咱们瞄两眼 咱们都看出来就死了吗 或者是看了两下 没觉得它能活 反正是 这有什么变化 这主要是属于那种 没什么 变化图的东西 护在这 这时候不是属于黑的 走哪都死了吗 我管你不死 这不随便下了吗 已经 那它是什么意思呀 丧了 突然之间就死亡了 突然死亡 这宣告 圣灵军的打烧时刻吗 没了 不过我不太明白 这个人家拐一个 死了呀 谁便 怎么也不能活呀 他这走哪个能活呀 请问 他觉得段夜 他没看到人家当弯 他不会以为人家打吧 有 昨天也是 昨天那个郁志颖 他没看到人家冲了当家 他以为人家是跳的 不是没看到这个打问题 他这个在这这手棋啊 他用了三次 他很犹豫很纠结 他用了三次 他纠结什么呢 他纠结 他究竟想纠结什么 要早点结束 究竟要纠结什么 这不看得很清楚 管一个一点棋都没有 再虎一个我就挡住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你要是走这儿 我杀法太多 我挤住你 你断我 街上都是先手 这都无所谓的 你这还怎么 我街上先手 我就冲冲回去就行了 怎么都行 你这怎么 怎么才能活 你这摆出一个活的东西 给我看看 我这死的属于很简明的东西 对呀 特别简单 人家一拐 你就是已经铁死了 一点都不会动了 这 你一挺下的是这个 怎么走都行 这个确实也不是很好理解 他为什么会一样的 不太明白 就不懂这件事情 这太奇怪了 这什么意思 我不懂 看不懂 看不懂出去 其实我觉得不太应该 没什么难度的计算 这个好像太简单了一点 没难度 他可能就觉得 实在受不了 他被点不够 这串操作实在是有点拉眼睛 可能 上次是跟 神明君是跟杨顶欣的一段期 我记得是 他后面 他就是看错了底下那期 那那期还是有点复杂 就是看不清一下子 一分钟看不清楚 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没变化 这个 这一本到 你能把出一个活的图形 给我看看究竟 怎么走都行 我怎么才能让你能活 就算你切掉也没有用 就是这样 无所谓的 都一样 怎么走摆一个 你都不活呀 没有空间 根本就 没有活的可能性 活的可能性在哪里 没有 草摔了 他就是 习惯性崩盘 好吧 这个最后的结果 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 不知道产生了某一种错觉 迷之错觉 死了 当时可能形势也不好了 因为中间操作这串定型确实紫笑下的 它有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个被搂两下 明显更薄了 还是应该坚住 没错 当然坚住起 白旗胜率71啊 对 就我们二手 十几二手前 白旗胜率71 十几二手前 之后就死掉了 莫名其妙的死掉了 这块之孤处理 眼形还是走的有问题 是没走好 嗯 那这首棋呢 就是现在是最后一首棋了 那这样一来 只黑的敏玉婷 是中盘胜了 盛敏郡 帮江苏队拿下了 这个关键的主将战 那就赢了呀 对 江苏队就赢了 然后晋级了下一轮 下一轮将进行 就挑战位置高的 位置高的 对 没错 没错 那么明天 这个威甲将继续进行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一会儿呢 将给大家 挑选另外一盘 非常精彩的对决 好 现在一会儿见 也许你无法守护